地震为什么会引发海啸 前不久 印尼帕卢地震引发海啸 一瞬间就摧毁了大半个城市 大量人员死亡受伤 失去家园 给当地造成了9.1亿美元的损失 那么海啸是怎样产生的 发生海啸的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 海啸是由于海底地震 火山爆发 大滑坡 大塌陷 地质变化引起的巨浪 由于海水的压缩性很小 当受到地震能量的作用时 水体只能以同等规模的波动形式 把能量传递出去 当海啸波进入大陆加浅海 因深度急剧变浅 波高会骤然增大 这时可能出现10到20米以上波高的海啸 海啸波能顺时进入农田村庄 然后又迅速退去 这样反复多次 会给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 造成海啸的必要因素是海 没有海就没有海啸 其次 引发海啸的地震 必须要发生在50千米以下的深海 级别也必须在6.5级以上 更多天气知识请搜索 3w.天气点抗